而针对美国财长耶伦近日再次谈到中国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 并且指责中国政府向涉及这个问题的企业提供补贴 汪文斌指出美方的说法是赤裸裸的霸凌霸道 按照美方的逻辑 美国进行补贴就是至关重要的产业投资 别国进行补贴就是令人担忧的不公平竞争 美国向世界出口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就是自由贸易 别国向世界出口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就是产能过剩 这用中国话来说就叫只许周冠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用美国话来讲就叫我做了你不能学 我说了你必须做 说到底美国就是在打着产能过剩的旗号 对别国的先进产业进行打压 以公平竞争为借口搞保护主义 践踏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 是赤裸裸的霸凌霸道 汪文斌重申包括电动汽车 锂电池光复产品在内的中国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 建立在持续的技术创新 完善供给链体系 以及充分的市场竞争之上 取得领先地位是比较优势和市场规律 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非来自所谓的补贴 他强调补贴补不出产业竞争力 保护也保不出真正强大的企业 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 符合世界经济实现绿色转型的需要 有利于中国 有利于美国 也有利于世界 中方奉劝美方摒弃心口不一的虚伪和双标 不要再重蹈保护主义的覆辙 不要再重蹈保护主义的